今天分享一款中长发 用结构把眼镜色剪出来 非常实用 也就是了解这个体系的分区分完之后 百分之七八十 剪头发就跟呼吸一样简单 大家注意看一下 头顶是一个菱形正反三角 注意我们先剪一个线条 所谓于地面平行 不与划分线平行 长度在脖颈以下锁骨以上 可以翘起来的状态 注意自然垂落 剪一个水平等长的线条 然后再剪层次 大家注意看一下 提拉起来 以红线作为参考 做导线 直接变成C技术 等于是一个反曲线 直接A到C 这样底部就会厚 比较有质感 一定要剪到整固点 注意看一下细节 落下来之后 就不会有重量线 这样外部既有质感 动感区既有动感 并且非常的连贯 切记分区非常重要 分式分到了 黄金点与 整固点的基准点 绕过转角线 剪必须剪到整固以下 这样过度非常自然 同时虽然剪的是反曲线 但是落下来不会丢失饱满度 后面的刺分区是一点放射 等于是后头部一个斜方 不会丢失亮感的同时创造动感 且利用划分线斜向后 倒三角使流向收紧 那动感区前发是一个正三角 注意第一刀 刺分区依然是一点放射 看清楚 那是一个堆积 里面长外面短 让落下来就会变成前面短 后面长 因为自然肉位一定要注意细节 刺分区还是一点放射 因为长度很重要 所以落下来呢 在利用划分线是前高后低的 这样的一个流向就会向后走 这样的一个过渡 切记不要把底下的质感给破坏 一定剪头发的时候 爱去不要破坏一区 这是中线 一直以此类推进行修剪 但是前后动感区打磨 必须过中线进行交叉 这样剪完就结束了 另外一次呢 用同样的方法 这样呢 其实在动感区利用这样的分配 剪完之后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菱形的效果 底部呢 就会非常的有质感 因为发量比较少 所以底下呢 用方形的线条保证质感 那直播间吹干的时候 我们真实的展现结构的一个还原度 正好头发有一点微卷 这样呢 缺点会变成优点 我们自然扫干 那通常大家呢 要注意一下 这是经典长发动感长去演变的 大家都会剪下碎上纵 就会显得上面大下面小 而今天上面用去除保证的动感 就是上小下时有质感 不会下虚上大 然后扩形当中也就是体现我结构 上下的菱形正反的一个三角切口 所以造型烫发追溯到底还是裁剪式万形根本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为了体现还原度 直的舒直以及自然状态都在直播间展现 所以这款呢 大家一定要学会 所以经典发型的理解与运用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一定是以不变去硬万变 所以反过来呢 最终呢 我们去寻找烫染户的体验 还不如去把裁剪做得更加清晰 我必须有人打开